一名16岁少女离弃失踪 警方在寻找三天后都没有发现女孩的踪迹 于是当地居民自愿组建了一支搜救小队 对少女最后出现的学校附近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没过多久 他们就在一条小溪旁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一名男孩被吓得丢掉手中的蛋糕就逃了出去 调查局收到消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卡密根据附近土壤血迹含量判断这里就是凶暗现场 头发颜色和身上的校服 都和失踪的少女茉莉一模一样 据成长阶段推断尸体至少被砍食了四天的时间 而小谷自从上次经历过马就分娩的事件后 对于怀孕的事情格外上心 所以最近他都很少去案发现场 詹姆斯对搜救小队进行了详细调查 从现场逃走的一个大男孩进入了他的视线 调查发现这个男孩叫泰勒 他曾经因和未成年人发生关系服刑三年的事件 或许他就是故意带人找到尸体 从而来洗刷自己的嫌疑 泰勒说当年的事情都是两厢情愿的 更何况女孩在法庭上也帮他澄清了这件事情 对于茉莉被谋杀的事情他表示毫不知情 甚至两人之间都没有过任何交集 实验室这边还在抓紧进行遗骸的鉴定工作 在鼓鼓远端和近端 以及近骨和齿骨上 都发现了很多愈合的细微骨折 根据愈合程度推断事情发生在七到十年之间 众人现在怀疑茉莉小时候遭遇过虐待 杰克在死者周围找到了一些纤维和项链珠子 推断茉莉遇害前和人发生过搏斗 或许珠子就是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 安琪拉也很快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就是失踪的小女孩茉莉 老布首先把这个悲痛的消息通知了茉莉的父母 可由于职业的原因 他不得不询问茉莉小时候遭遇虐待的事情 母亲听后愤怒到了极点 他质问快要临盘的小谷 如果有人这么指责你 你会怎么想呢 一旁的小谷在看过茉莉小时候的照片后 对父母做出了道歉 他发现茉莉小时候患有儿童肥胖症 而儿童体重过胖 就可能导致生长板在发育过程中骨折 所以之前他们猜测 茉莉遭遇虐待的事情是错误的 父母说女儿从小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 她也是凭借自己的毅力成功减掉了体重 而且在班级上一直都是第一名 他们实在想不出什么人会谋杀自己乖巧听话的女儿 实验室这边卡密对死者做了一个独立检测 检测结果呈现阴性 杰克检查了现场找到的纤维 属于汽车后备箱地毯上面的 又重新在物证中找到了一块胶带 在胶带上面发现了茉莉的上皮细胞和唇彩 说明凶手曾经用这块胶带封住了茉莉的嘴巴 也间接证明茉莉在遇害前遭遇过绑架 与此同时 老布带着詹姆斯来到了茉莉的学校 从校长口中了解到这里是一家封闭式的女子学校 所以茉莉在宿舍被绑架的可能性不大 校长对于茉莉的死表示非常惋惜 因为茉莉是她从教这么多年来见过最聪明的学生 她在所有课程中都是第一名 简单了解情况后两人来到了茉莉的宿舍 发现拉齐警戒线的宿舍内有两名学生正在翻找什么东西 询问中得知他们是茉莉的好朋友 他们在寻找茉莉的日记本 因为日记本中往往记载一些女生的秘密 他们担心茉莉一些难堪的事情被曝光出来 一旁的詹姆斯很轻易就在纸抽里面找到了这本日记 看来詹姆斯很懂女孩子的心思 可老布并不相信两名女孩的回答 就在她还想询问下去的时候被校长阻止了下来 因为两名学生还未成年 如果想要审讯必须通过正规的渠道 此时实验室内戴希已经清理出了受害者的遗骸 在胸骨和肋骨 以及骨骨和盆骨处发现了至少11处的刺伤 这也就解释了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大量血迹 所以说受害者是因为失血过多死亡的 同时他对伤口处进行了模型铸造 根据模型推断凶器很有可能是一把剪刀 杰克对伤口处进行了取样 在上面找到了胶水和闪粉 以及蓝色和绿色卡片威力 这些东西都属于莫莉学校的东西 现在看来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这所学校 詹姆斯对自称是莫莉的两个好朋友进行了背景调查 两名女生分别叫凯拉和安娜 她们都是大学招生办梦寐以求的人才 可从莫莉的通话记录不难看出 她从来没有和两人打过电话和发过短信 显然她们之间并非是好朋友的关系 还发现莫莉在遇害前的三天 她的电话数据出现了巨大的峰值 她现在正在让安琪拉查明原因 同时在莫莉宿舍内的一个鞋盒中找到了一些纸条 上面全都是一些侮辱的话 比如写着谁发发善心帮全世界人们一个忙 给牙姑妹一些除臭剂让她去去喂的 显然莫莉在学校正在遭遇校园霸凌 在詹姆斯看来这更像是一个憎恶之和 莫莉留着他们是把她视为了对自己负面想法的心理验证 老布则认真观看了莫莉留下的日记本 里面莫莉说她痛恨他们 为什么她做了那么多还不能接纳自己的话 甚至提到了自己想要自杀的想法 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种让人心疼的话 在最近的日记中提到了一个叫凯瑟琳的女孩 这个女孩在每周四都会在宿舍偷偷举办开酒会 从日记中不难看出莫莉想要向学校举报她 而莫莉失踪的那天正是周四 显然这个女孩现在有很大的嫌疑 实验室这边小谷的心情也差到了极点 因为她在女孩宿舍找到了自己所写的所有书籍 其中包括一些教科书和技术手册 在上面找到了大量女孩所写的注释 从注释中不难看出这个女孩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 小谷从莫莉身上似乎看到了高中时期的自己 她认为莫莉遭遇校园霸凌就是因为她与众不同 莫莉的遇害一定和这些孩子脱不开关系 可在安琪拉看来这并不像小谷平时的作风 在没有真实依据的情况下直接下结论 小谷说她的真实经历就是依据 一旁的安琪拉连忙把小谷拽回了现实生活 她从学校档案中调取了凯瑟琳的资料 发现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款项链 上面的珠子和在案发现场找到的珠子一模一样 很快嫌疑人在校长的陪同下被带回了审讯室 凯瑟琳说莫莉在她眼中就是一个怪人 而且不止她一个人这么想 她承认平时她非常喜欢捉弄莫莉 但关于谋杀的事情真的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承认在周四和莫莉发生过争吵 因为她回到宿舍发现莫莉站在自己的床上蹦蹦跳跳 她猜测项链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被莫莉偷走的 在和莫莉争吵之后 她和另外两名同学在宿舍举办了开酒会 所以她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而她口中所说的另外两名同学分别是凯拉和安娜 实验室这边杰克有了重大的发现 她在莫莉衣服上找到了男蛇腾的威力 这是一种爬墙类的长春藤 在莫莉所在学校的墙壁上到处可见 所以说莫莉失踪当晚是从窗户爬出去的 而并非是有人从宿舍绑架了她 杰克猜测莫莉这么做或许是偷偷去见某个人 午饭时间老布收到了手下传来的最新消息 他们顺着小夕在下游方向找到了一袋东西 在里面找到了一把剪刀 不过由于在水中浸泡时间太长 就算有血迹也早就被洗刷干净了 杰克准备通过气熏的方式提取上面的指纹 在这段时间安琪拉查看了莫莉的手提记录 在里面发现了大量不堪入目的短信 这些短信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网友 而莫莉之所以收到这些短信 是因为有人把莫莉的性感照发布到了网上 照片上还附带了莫莉的手机号 追查上传照片的IP地址锁定了一个叫泰勒的男孩 这个人正是参加搜救队逃跑的那个男孩 泰勒说他和莫莉就见过一次面 就是在他失踪的前几天 当时莫莉找到自己说希望帮助他拍摄一组性感照片 目的是为了换取一些本病二胆 这是一种镇静剂 可独立检测报告并没有在莫莉体内找到这些东西 显然詹姆斯并不相信泰勒所说的话 更让詹姆斯不懂的是为什么他要传播那些照片呢 对此泰勒只回答了三个字 那就是不知道 詹姆斯可不想再和这个变态交谈下去 他准备以传播罪重新把他送回监狱 与此同时 小谷在死者的鼓鼓井外侧发现了一处注射针孔 他怀疑莫莉被人注射了某种快速代谢的药物 所以独立检测没有检测出来 他准备让杰克对针孔处的残渣进行取样 同时剪刀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在上面找到了胶水和卡片等和伤口处发现的相同威力 遗憾的是没有在上面找到指纹 不过意外在上面发现了几个英文字母 拼凑起来正是凯拉的名字 在这段时间卡密重新检查了死者肌肉的经舰组织 结果表明袭击她的人异常强壮 或者袭击者不止一个人 两者结合说明帮助凯拉行凶的还有其他人 老布和詹姆斯针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分析 如果凯拉就是杀人凶手 那么当晚他们三人举办开酒会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就不成立了 也间接证明三人都参与了谋杀莫莉的事情 很快老布重新审讯了三名嫌疑员 现在一只剪刀属于凯拉 在审讯前老布申请搜查令调查了几人的车子情况 在安娜车子后备箱找到了莫莉的头发和血迹 还有现场发现的珠子属于凯瑟琳身上的项链 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三人 可三人对于老布的指控拒不承认 说调查局现在掌握的都是一些间接证据 比如其他人也有机会拿到剪刀和项链去陷害他们 而车子停在学校已经好几周没有开过了 并表示当晚的开酒会莫莉也参加了 当时莫莉带着半平富特加过来和他们交朋友 然后几个人就醉得不省人设了 等醒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早上八点钟了 显然想要逮捕三个女孩还需要掌握一些更有力的证据 回到实验室的时候杰克带来了真恐的检测结果 在上面检测到了利多卡因麻醉剂 这一位莫莉遇害的时候感受不到身上的疼痛 这句话瞬间让小谷毛色顿开 她急匆匆返回家中把事情告诉了老布 调查发现莫莉的父母是牙科医生 所以她可以轻易从父母那里搞到利多卡因 目的就是为了麻醉自己 而本兵二蛋是莫莉买来放在福特家中的 目的是为了让三名同学陷入昏睡 从莫莉的笔记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左撇子 而她身上的刺伤全都和自己左手造成的刺伤吻合 同时在莫莉的日记中不难看出她患有抑郁症 早就已经出现了自杀的倾向 种种证据都把莫莉的死指向了自杀 三名学生虽然没有杀害莫莉 但是是他们把莫莉逼上了绝路 而莫莉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陷害他们为自己报仇 莫莉还曾经对小谷的书籍进行了深度研读 她明白自己该在自杀的时候该留下什么线索 才能把警方调查方向指向三名同学 而之前他们陷入了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 他们都不愿意相信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孩会做出自杀的事情 在小谷看来她是幸运的 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遇到了生命中重要的人 否则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坚持下去 而今天这集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